我觉得刚刚我调查之后 可能感觉应该是找到了什么原因 还记得我上一次说其中有一只鸟死掉了吗 然后我在清理它们的笼子的时候 发现有吃的 然后扁扁换了 因为它们又过不着在下面 然后发现没有水了 你看我现在放到水 这好多鸟都跑过去喝水 然后你看我这个水的装置 是属于那种 放一次可以喂好几天的那种 它们现在一窝蜂的涌上去 让我觉得我那只鸟 可能真的就是被咳死了 太残忍了 我现在里面的温度 我把盖子盖上了 我现在里面的温度刚刚是20度 现在我清理了之后 这个温度计 现在看不见 现在清理了之后 可能差不多19.5度 但是灯泡下面的实际温度要高一些 所以你看我现在的外面风吹得哗哗响的 我穿了三层毛衣 但是我的脸还是觉得冷 可其实那在里面是暖和的 它里面的温度相当有点像室温 而且我会给它们盖上 像这种防水的垫子 包括待会我还要给它们放上 就是一些我拿的被子什么的 给它们盖着 所以这个里面的温度其实不冷 其实就是差不多就是20多度室温 它们其实是很舒服 我真的是觉得它们是被咳死了 第二只鸟 哎呀真的是太丢了 在这里一定要借鉴一下我的经验 就是不要以为你的那个喝水容器很多 可以支撑好几天 但其实它们吃跟撒 还有拉的那个速度远远比我们小的高 因为我这才两天没有换 我下面刚刚就收拾了一大堆的那种 被扁 接着跟小山一样的 我还以为它们把吃的漏下去了 后来一抹都是松软的 它们可能真的就是猛涨 又吃又喝又拉 所以你看现在它们吃好了 就开始做自己的毛 不知道是不是在洗澡 哎真的是太悲惨了 我让我老公把那只小鸟 埋在我们家楼下的银杏树下面了 真的希望以后我白天就应该 我白天工作太忙了 就是隔一两天才过来看一次 吃的不应该 它们才出生多久 才出生一周半的 一周半的小鸟就因为 像我第一次饲养经验不足 冻死了一只 又渴死了一只 真的是太不应该了 今天我把它们的食盆加满了 水加满了 然后里面的温度 真的也是挺暖和的 待会我就把盖子盖上了 希望生下的小鸟都见见看看 让我看看它们会不会因为喝水而踩死 小同伴什么的 这还是让人买靠心的 哎呀 好开心 发现它们水少了 我本来以为水没少的 现在只想把龙子里的卫生打扫一下 结果打开一看 哎呀妈哈这个水箱 居然是里面只有一点点水 但是它那个水槽里面没有水了 喝光了 要么就是那个灯 就因为一直开着嘛 可能把那个水分也震发了不少 简直是太 太太差异了 看这只鸟会踩在别的鸟身上 然后去喝水 那天我还记得第一只小鸟子 就是在喝水的地方被踩死了 不知道是不是其他的鸟踩在他身上 然后最后寡不敌重被踩死了 第二只鸟的它挂的地方是在吃东西的那个盆子那儿 就是在这个地方躺在那儿的 应该渴死的话 应该是在水槽旁边渴死的吧 真的是搞不懂 搞不明白 我希望它只是因为这个水的问题 不是因为什么其他的自称的基因啊 或者是打架呀什么的 它不管怎么样说它走的 就是有点冤枉 应该好好检查的 好我在这里面多放半分钟 然后我就准备进去了 外面真的好冷 刚刚加完班 现在差不多晚上十点多钟 那鸟心心的咋了 它就可以很开心的进起来 看有个鸟长得真的是很不错 希望你们都见见看看的好不好 我待会就帮你们盖上被子 你看它们还在很努力的喝水 真的是应该是渴了好一段时间了 这个要自打三百大班 这个太不应该了 不能断水 断吃的 断喝的 包括温度计 如果里面有一个自动温度计 其实是最好的 就是那种不用我隔几个小时出来看一次 如果是低温它自动报警的那种 这么说里面应该装一个宠物的那种 监视器 就像宝宝的监视器一样 是不是翻一翻看一看 我今天还在他们的窝下面放了火星炭 这样的话希望它能吸一点味道 只要他们自己也不会太熏 被自己熏到 好了好了看到你们开心的喝水就好了 这个水至少可以保证你们一天了 我明天来看看这个水能少多少 好了晚安啦